Hello 大家好 我是Kiki 今集就是帶大家重返港之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沒錯 就是人工島的這個位置 說真的 我本人對這個位置 都真的十九位了 很久都沒有來過 我對上一次過來 好像就是帶大家去這個 鵬瑞與澳灣的這個樓盤 就是從這裡出發過去 所以就來那次 但除了那次之外 就已經是真正正三年沒有來過 因為畢竟已經是封關那麼久 就沒有去過香港那麼久 所以真的一直都沒有來過這邊 今天在這個通關 通完關之後的今天就可以來到這裡 首先是想跟大家去分享 現在目前最新的這個通關的一個情況 再者的話也是想帶大家來看 現在這個人工島的整個架構的情況 等大家過來內地之後 就可以更加熟悉地在這邊 可以聽到自己的一個行程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可能有部分的一些朋友仔 可能對現在過關的一些事情 就不是說十分之清楚 在這裡也可以跟大家來講講 我現在就是位於這個人工島的一個三樓的位置 我就會一直這樣走下去 帶大家來看整個人工島的一個架構 我現在就是位於這個三樓 三樓的話它是一個送客平台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搭的士 或者是家親戚送他們過來這邊 都會來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出境的位置 沒錯 現在假如你要去搭車或者做甚麼的話 就是在這邊入境 然後再搭金巴去香港 所以基本上這邊都是即停即走的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車都會在這裡等人等人 等人車完之後就會走的 這裡是一個送客平台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回到二樓 二樓的一個位置就是真正一個出關的位置 即是在香港出關之後 首先到達的就是下面二樓的一個位置 現在在香港過來的話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去這個一站通 這個政府的一站通的系統那裡去預約 因為它現在開關之後 首先現在香港和內地 是有七個口岸是開的 首先有這個深圳灣口岸 駱馬洲民感度 亦都有這個港珠澳大橋 機場和中港碼頭和港澳碼頭七個口岸 七個口岸 加起來它是有一個配額的 大概六萬多個 大概六萬多個配額 其中有五萬個的話 就會在深圳灣民感度和駱馬洲 這一部分已經佔了五萬個去 另外還有一萬多個的話 另外那一萬多個就會分配在這個 有一個港珠澳大橋 包括這個機場 中港碼頭 還有這個港澳碼頭 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已經形成了一個 讓港人過來內地 從海陸空不同的口岸都可以來得回 但是留意一下 現在這幾個口岸的一個開關的時間 和之前是會有少許變動 少許變動 就不會太大 譬如我們說 深圳灣口岸的話 它就會從早上六點到晚黑的十二點 然後去回駱馬洲的話 它就會從六點半到十點半 敏感度的話就會七點到十點 另外好像我現在身處的港珠澳大橋 包括還有機場和兩個海路 就是中國碼頭和港澳碼頭的話 就會保持原有24小時服務 這一樣是非常之正的 所以的話 將這些東西告訴大家 無非只是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現在 要從香港過來大陸的話 就要去預約 要上一站通的一個系統去預約 那你要去預約 你會在哪一個口岸 以及你在什麼時候過關 你要去登記這些東西 那預約成功了之後 政府就會發送一條SMS給你 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成功登記了 什麼時候從哪一個口岸 幾點 就會在那裡過關 你已經成功登記了這個名額 你會收到這樣的訊息 當你成功收到這條訊息之後 的話 那你就要去做什麼呢 就要去預約這個金巴菲 當然預約金巴菲的話 其實有兩種選擇 一個就是預約 假如大家認識的情況下 可以在VTRAP那裡 VTRAP那裡 它是有一個小程序的 對了 上去 嘩 出關了 很開心 其實也挺多人 二樓這邊 看一看 當然 如果你要跟疫情去比的話 就不能比了 因為之前 這裡簡直就是 人群洶湧的一個狀態 也對的 因為每一樣東西 這個復蘇 始終會有緩衝期 剛剛才 所以其實也好的 至少大家 現在從香港過來的話 即是不用逼爆 先說回金巴菲那邊 有兩種 首先如果你認識的話 你可以在VTRAP那裡 去上它的小程序 去預約金巴菲 對 它上面有時間給你選擇 多少號 多少點 上金巴菲 首先這個可以預約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walk in 去買菲 所以買金巴菲 就有這兩個選擇 再者 搞定這個金巴菲之後 之後就要去做什麼呢 做核酸 因為你現在從香港過來內地這邊 都是需要48小時核酸的 兼且你去做完這個核酸之後的話 你還要去打印一份紙質報告出來 沒錯 你是要打印一份紙質報告出來 而且是彩色的 記住 是彩色的紙質報告 那你就要拿著這張紙 在過關的時候 就要給工作人員去檢查 當然 你也是要去帶回自己的一些證件 例如身分證 回鄉證 通行證 Passport 這些 當然這些的話 一些簡單的個人資料 在你去登記那個一站通 即政府一站通網站的時候 就已經是要上傳這些資料 OK 然後留意 核酸這一段有什麼要注意的話 不可以做快測 因為快測的話是不可以的 即是不被接受 你要去這個社區檢測中心 又或者是政府認可的33間 一個核酸檢測中心 去做這個核酸才行 它有兩種 一隻的話 就是這個正常的一個時間 即是24小時內 出得到結果 那隻會便宜些 $150左右 對 $150便可以出得到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特快的 十二個小時便可以出得到結果 大概 這個比較貴 $240便可以出得到結果 這邊就是一個二樓的狀態 就是一個正常人出關 我們現在都看到了 陸陸續續都已經是有人出關 OK 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這邊 下一個一樓 一樓的話 它主要就是會給一些旅遊巴 專線巴 和一些跨境巴士 基本上我們是會下一個一樓的 一樓的話 是會有市內的一些巴士 和搭的士的一些地方 所以 假如 在這裡出了關之後 想搭巴士和的士 或者是 我有參加旅行團 甚至好像我們這樣 踏樓團 可以到一樓這個地方 集合 就是在二樓這邊 旁邊就會有這些 扶手電梯下去 OK 直接 下來 下來 下來這邊就是一個一樓的位置 一樓這邊的話 基本上可以看到 有些車在等 有些停車位 在等 這個是一樓的位置 然後我剛才搭錯了扶手電梯 現在直接下來附一層 順勢跟大家說說 附一層的話 它就是停車場來的 假如你有朋友 要過來接你的情況下 它就要下來這個負一層 因為上面一二三樓 都不可以停車 只有這個負一層 是可以停車的 這邊就是一個負一層 負一層的規模都很大 也很變紋 有充電部和飲料 可以去供給大家一個需求 整個停車場 整個停車場都是十分之大 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 假如 大陸的朋友要過香港 一兩天的情況下 或者短時間的情況下 可以在這邊停車 然後如果你有親戚朋友 要過來接你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停車 我們也可以下來附一樓 附一樓基本上是停車場 我們現在要上去這個一樓 一樓就是搭巴士搭的士的地方 我現在就來到一樓的這個位置 一樓除了有巴士和的士之外 在這邊我們也看到 會有這個港澳車 兩地排三地排的一些車 可以直接從這裡 會有一個客車出境的通道 在這邊出境的 我們也看到 下一樓一直都會有不少的車 在這裡排隊出境 OK 轉過來這邊的位置 就看到 這裡就是有一些巴士的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在這邊過去就會看到 那些就是一些專線巴 和一些團體的旅遊巴 這邊也有很多 然後過來這邊就會看到 珠海市內的一些巴士 對 那些位置 然後我們走過去那邊 那邊的一個位置 就是巴士的另一邊 另一邊的話 它就是一個搭的士的位置 大家不要搞錯 其實這個位置也很簡單 你直接從這個二樓出關之後 左手邊就有個升降機 直接下來一樓 下來一樓就是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 左手邊你會看到有很多巴士 右手邊的話就會有的士 這樣 還要過去那個位置 我走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邊就有很多綠色的的士 珠海的的士是綠色的 很久都沒有見過這個畫面 我想這些的士應該都很久都沒有來過 人工島那邊 OK 今集的這個人工島的架構 還有相關的一些過關的攻略 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回答我們 還有一件事記住 你現在要從內地 包括澳門 從內地回香港或者澳門回香港 你也要在之前的48小時 去做核酸 這個也是政府要求的 大家記住這件事 OK 我今天其實也有個舊業主 是過來收樓的 我現在就要準備去接他了 我看看他待會 肯不肯幫我做一個簡單的採訪 我可以問他 他過來的一些相關的流程 OK 那我們待會見 OK Hello Jo哥 剛剛接到 Jo哥 是否三年沒有回來 對 三年沒有回來 三年沒有回來 然後剛才過來的感覺 整個流程怎樣 唱不唱順 很唱順 非常唱順 會不會很多人 還是怎樣 人的車都多 但是就不算擠迫 人都不錯 過來的時候 好像你說一些 醫藥做核酸 好像買金巴菲 各方面那些東西 唯一是不知道 他一定要在預約 訂票 一個問題 去到那裏才知道 問人才知道要訂票 不是可以直接 去到金巴菲 購票嗎 沒有沒有 你去到要掃 要付錢 然後拿個碼 然後再在那機器上掃碼 才拿票 一定在網上登記 然後你也是要先在一站通 預約了過關的日期 那個時間 是的 這樣就收到個SMS 然後可以過到關了 我們做核酸 做個特快 是嗎 做個特快 好像二百四十元 二百四十元 應該可以做到百五十多 但是我懶 然後還要打印一張紙出來 彩色的幾個紙 我昨天三點多鐘做的 然後十一點就給我一個訊息 然後在公司打印出來 很快 打印了 過關的時候 是否有工作人員要檢查 是的 過關你要拿一張給他看 看完之後 還要你先訂了票 訂了票才可以過關 其實我過了間 我問他怎樣 他掃了個QR Code 接著就 賣票 賣完票 在那個機器那裡 掃了二維碼 然後就拿了票 然後上車 都很相信 但是你一定要有 WeChat Pay 你沒有WeChat Pay 就麻煩一點 那些老人家 我怕會麻煩一點 這樣 明白了 我開始以為有Walk In 但是他說沒有Walk In 一開始我也聽到 好像是可以直接過來這邊買票 而且還可以提前走 譬如說 如果你買了中午的情況下 你早上可以提前走 還好像聽到有人這樣說 我搭車 從印度搭過來的時候 後面那個就訂了 自己在網上訂了 十二點多 但是我過來關口的時候 就 即時賣了 即時上車 都很快走 因為都差不多滿了人 奇怪的是 下層擺行李 不讓人坐 上層才會讓人坐 這樣嗎 不可能 那些人太久沒有過來這邊 主要可能是太多行李 好像說 如果太多行李的情況 好像還要買些票給行李 沒有 沒有收到 有些人拖了兩個行李都沒有收 這樣 OK 明白了 周哥這次就過來這邊 也帶到一些資訊給我們 很多朋友 知道過關一些流程 OK 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再去叫我們 我現在要帶周哥去收留 好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